这去年那个是热焦替的夏天哦 被我晒伤了一些仙人掌 发誓老板说还得了修币 越来越严重了 在网络上找到这个波尔多叶 这种硫酸酮困和学位的液体 因为发现地的关系 被命名为波尔多叶 波尔多叶提供畅上细胞物膜 波尔多叶中的主要杀菌成分是二加图离子 容易渗透至病原菌细胞内作用 进而杀死病原 图离子浓度过高 反而容易对植物产生要害 既有混合室温水 有强剪性的石灰和硫酸酮 形成作女子 湿散至植物表面后 再经过环境酸化 反满是猪头离子杀菌 第一次使用 显示一下最低的浓度 二是波尔多叶 有酸酮两公斤 生食为两公斤 水一公斤 放算下来 等于流算中一克 生食为一克 水五百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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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här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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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的粉蘭 傳說中的莫蘭迪配色 想說真實會加水 會不會變熱水 倒是還好 這盆最嚴重 整顆都噴 不妙啊 第十三天 軟掉了 直接斷掉 鮮人長片絲瓜 再來是這顆也是很嚴重 第一天 雙營 第七十七天 還活著 似乎也沒過散 第147天 還活著 也有長大 大約七十天沒噴藥了 有點扣散 再來噴 接下來是這一本 這兩顆嚴重 這兩顆底部綠樹 上藥 第十三天 刮掉一顆 這是顆健康的子球 土裡面肯定也會有菌 給這裡的土盆上藥 衝進去 看看會不會被感染 第147天 看起來都蠻正常 但本來就有瘦的地方 飛不去了 這是結果 四顆活著 兩顆掛掉 只要別太病入膏荒 似乎都活下來了 再來是鄰居的雞蛋花 一陣子沒注意 也被鋪滿黃色的什麼菌 整株都是 然後葉子就會掉 鋪掉 於是把葉子全撿了 過一陣子長出的新葉還是重 不夠說 也是修壁 於是再把葉子都撿了 也在光兔兔的質感噴漾 長出新葉 再噴 這方面都噴 正藍藍的是藥籽 復活了 最後是清呆 有時候會搶這個東西 酷散的很快 也不知道是什麼 目前針織為發霉 以前只能整個歪掉 現在有藥可以試呢 初級的有效 這些生病的植物噴下來 我覺得很棒 種了害虫 有沙蟲雞可以噴 可是植物一旦生病 對於什麼什麼菌 始終一點辦法也沒有 除了減還是菌 有的不耳朵硬 雖然有的還是在賤了 但總算不再是束手無策啦 而且 我有真正 兩空不清 最冷噴過藥的噴頭 最好清水洗一下 不知道是女色還是輕十 之前沒醒 噴壞兩個噴頭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